回到關心最新現場國內的疫情狀況 來聽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跟大家報告 有七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兩例是巴拉圭 兩例是英國 然後一例 同菲律賓兩例從印尼 那從巴拉圭跟英國的 因為巴拉圭他有過境從巴西 所以等於是我們這樣的一個專案裡面 英國也是本來就專案裡面 所以都是在入境之後 那就檢驗出來是陽性 那另外從菲律賓進來跟印尼進來的 這幾位都是在菲律賓進來 都是期滿後的自費採檢 那印尼是期滿前的自費採檢 那檢出是陽性 那這七位都有入境前三日的 陰性檢驗報告 那目前來講 在接觸者上面都沒有 就說 人數很少 我們除了在本國 英國就學的 在有三位列為居家隔離 那972他從英國回來的他有五位 列為居家隔離 因為他們入境的時候在飛機上面的乘客 那至於在那個從菲律賓進來的 就業自主管理 那另外兩位從印尼進來的 這入境 就是採檢出來 所以沒有匡列接觸者 那至於這幾例其實對國內的影響相對的低了 那當然我們這還是要請專家 未來再進一步的研判 因為從971到977 他們的 吸機值其實都非常的低 前面三例 971 972 973 他吸機值都32 相當的高 那974是34 那975 31 976 976 也實際上34 那977實際上35 那裡面大概比較 在有可能是才剛發病的 算是應該是971 那他在第二 在二采 在二采的時候他就變 他也還是陽性 那吸機值變成是21 那97這是從巴拉圭 從巴拉圭進來的 那另外在972 973 974 在我們二采的時候 都三位都已經是陰性 那所以在第一位971 他就是陽性的 就相對從 吸機值32 變成21 那他的血清的 Igm跟Igm都是陰性 那至於 另外剛才報告三位 就本來一采是陽性的 二采是陰性的 那相對他們的 Igm都是陰性 那Igm是陽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 那有問題大家請提出來 部長您好 不好意思 這邊想先請教一下關於疫苗的問題 就是這可能您之前回答過了啦 那這邊還是想再請教一次就是說高端疫苗 目前收案卡關 那65歲以上 目前只有200多人 那進度不如預期 那指揮中心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就是關於緊急授權的做法嗎 謝謝 那在我們的緊急授權裡面 那當然 基本上要符合我們緊急授權的一些條件 那現在來講看起來在高端子疫苗在一般全年齡層的收案應該不成問題 那高齡的看起來是略有問題 所以也 也大家講就是說如果有對這個國產疫苗 要予以助力的話 也盡量參與我們的國產疫苗的臨床試驗的計畫 但你問的就是說 如果萬一那量不夠 那我們可能會先 來請他們再編更整個的一個EUA的申請計畫書 我們分年齡層來通過 但我們還是期待能夠照著原來去計畫書案能夠完完全 來請 部長好 我想問一下今天的這個印尼籍跟菲律賓籍 都是移工嗎 還是羽工 那有關印尼籍移工的來臺入境部分 我們有預計什麼時候會開放嗎 來請 9、9、6、7跟9、6、9、7、9、7、6跟9、7、7、7都是印尼籍的 漁工 不是漁工 漁 到目前這個勞動部並沒有跟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 申請或者要要求 來請 想請教一下指揮官 因為之前有講到說會用 檢疫來代替疫苗護照 不過有專家表示說這樣是不是會增加整個檢疫的 就是把檢疫比起疫苗護照還要更加的繁鎖 那會降低外籍人士來臺的意願 會影響到臺灣整個經濟復甦的時間 想問指揮官怎麼看 對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要在 科學上來看 就是什麼樣的東西才具有一個科學的證據 那當然在疫苗 如果這個所謂的疫苗護照被世界所認可 有一定的規格 一定的認證的方式 一定的效果 那當然我們也會採用 那在這之前如果要開放的時候 那當然用我們比較 我們就是說眼見維持的方式來開放 基本上這是合乎科學的 我並不只就是說 全世界大家都認可了疫苗護照 那臺灣就是督徒 臺灣不認可 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只是在目前這個階段 大家都在規劃疫苗護照 但是在目前大概不宜拿來做實體的運用 副長好 想要再確認一下 AZ疫苗封肩檢驗的進度 目前還有哪一些作業 上代完成 謝謝 那實曜局我們包括目前來講 到目前為止 都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副長您剛剛提到說 我們目前AZ疫苗 檢驗封肩都很順利 那後來有確定說 可能檢驗包括哪些項目 可能會花多久的時間 預計有什麼時間點會開打嗎 等到報告完成 我們就會來打 那我們檢驗大概 我可以大概跟查一下 再跟你告 我們大概是6加1 一個6種是 一般國 國際都通用的 需要檢驗的 那另外一種是 我們國內特別要求的 等一下我再把那個相關的檢驗項目再跟你說 好不好 部長 不好意思 這邊想再請教 關於這個疫苗二廠 我們目前要規劃設置嗎 可以幫我們再說明一下 設置這個的目的跟做法 謝謝 疫苗二廠跟我們現在要買的疫苗 這是兩回 兩回事 那邊一個是在 應該說商業用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這邊是研發用的 那他在 一般我們在研發的過程 或者未來在有時候 需要緊急的使用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快速而可以掌控的一個 生產線 那所以在平時的時候 當作研發用 所以他會包含我們P3的實驗室 還有生物資料庫 等等的 那在緊急的時候 可以生產緊急使用的疫苗 來幫我們緊急狀況使用 指揮官您好 想請問一下旅遊泡泡的部分 因為昨天其實發言人有特別講到說 就是未來如果旅遊泡泡成型的話 我們從帛琉回台的國人是需要檢疫五天的這個狀況 但是因為有醫界的醫師有認為說 其實帛琉跟台灣都相對安全 可能在檢疫的部分可以其實是不必要的 另外也有醫生提出說 如果是五天的話 是不是要再搭配血清或者是核酸檢測的抗體 這樣子更能夠降低風險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就是 當未來我們旅遊泡泡真的成型之後 因為畢竟現在帛琉的 是較為嚴格的 那會不會就是在這樣兩國之間 可能會相對的 就是說比較開放一點 就不需要再說在自家 在台灣僅14天 過去之後在五天 在自主管理七天 好 第一個既然要開放旅遊泡泡 當然事先的評估 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上帛琉到現在為止都是零確診 那相關的一些檢驗的規格跟檢驗的方式 也是由台灣的醫療機構 一起來設設置的 所以相關檢驗的標準跟技術也是成熟的 所以對於整個他的零確診 我們上次也有檢驗醫師去看過 相對對他們整個環境的安全 我們是有信心的 所以在這樣子要成型的話 雙方一定會放關相關的檢驗的規定 如果要在這邊要關五天 那邊要關14天 那這個泡泡根本就不可行 空有泡泡之民 沒有泡泡之食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 朝著一個比較 就是 也不是 不能說是放鬆 就因為雙方都沒有 那所以怎麼樣更自由的來做交流 這是我們現在在研議的方向 不好意思 那個觀眾時報提問 就是承接這個流泡泡的議題 就是說 因為現在國流泡泡也正積極推動 那我們盤點目前比較屬於 對台灣來說 屬於這種短程航班 疫情控制比較佳的國家 我們有沒有哪一些 臨近國家可能也有潛力成為 台灣未來可能的旅遊泡泡合作對象 例如官方也想推旅遊泡泡的韓國 或者是已經有2萬人接種疫苗的澳門 或者是新南 新南向國家等等 有沒有適合的對象呢 有 那有一些相關的新南向國家 其實在進出上還是有他相當的一個地理上的 侷限性 不太容易去 那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先把這個帛琉的這個 先推行的順利 那再來思考 要不要逐漸的擴大 您昨天有提到那個綠色通道的這個模式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這個綠色通道 他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那跟帛琉現在現行的那個吳俊朗道 是一樣的嗎 像這樣的一個綠色通道 綠色通道表示說很通行無阻的意思 就中間沒有什麼特別的阻隔 可能加上一些簡單的檢驗 那希望他能夠更順暢 那不過這都是 我們今天下午要 我們今天下午 下午我們大概要把這個做初步的定案 下午我們是交通部 我們 對 我們今天下午會有三部的次長 會開一個次長級的會議 把這個定案下來 初步的定案 就交通部 外交部跟我們這邊 就雙方上去思考的問題 大家做一個 溝通 來 請 部長好 不好意思 八大電視提問 想請教一下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國家 都已經陸續開打疫苗了 那之後如果說有 就是國外的旅客來臺灣 那有就是提出他有打疫苗的證明 那這樣子有沒有機會可以縮短 就是回臺之後的檢驗時間 謝謝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請問一下我們上週到貨的11.7萬劑 AZ疫苗 這個 我們所恰購的這個金額的部分 大概是多少 每一劑平均大概是怎麼算 金額現在是在保密確定裡面 所有的藥品 大家可能稍微溝通一下 這藥品 新藥所有的價格都是在保密的 不是只有疫苗 所有的藥品他都會在保保密的裡面 主委官不好意思 那延續剛剛的問題 想請教一下說 好像有聽到說是因為南韓在26號的時候 是自己進了一批輝瑞疫苗 所以釋出了部分的AZ 因此安排大韓航空直接給臺灣 這樣的說法是否屬實 那第二批疫苗 有機會什麼時候會到貨 是AZ還是莫德納 以及跟BNT談的怎麼樣 還有COVID的20萬劑 現在有消息了嗎 謝謝 好 第一個大概 現在還沒有到那個 各個疫苗廠互通有無的時候 每一家每一家的 個別的量 各別去做分配 所以不會有說 進來這量就釋出另外一量這樣的一個情形 目前大概是沒有 那COVID進來也沒有說一個正確的訊息 不過應該是快了 指揮官好 那個金字報提問 剛剛有一個問題 我想我再還是再問一次 就是說現在除了帛琉之外 現在還有哪些地區 現在世界上有哪些地區 目前沒有疫情 那這些地區 我們臺灣現在 有沒有考慮再跟他們去推 評估推動旅遊泡泡 謝謝 對 在目前來講的話 大概我們是193國有了嘛 那大概總共大概應該是還有地區 加起來應該是213個 所以大概有10個區域是完全 都沒有沒有發發生過 詳細的事物資料 我知道有的是193 那加上 到底是差 是193 這幾丈 應該是213 這我知道應該是20個 那相對的國家是相對的比較小的一些國 那沒有疫情的國家裡面 大概越南 越南確實 但是越南又進來又有幾個地方 又有相對一些本本土的疫情 所以目前來講 幾個 沒有 這個你這個不準 那那個 所以相對來講 那其他有的離臺灣確實以前不是我們一個 相對在旅遊的一個景點在 所以也沒有對方的國家來跟我們提出來的 所以目前 我要講說先帛琉 這我們的友好的邦交國 如果能夠 做成這樣的一個綠色通道的旅遊泡泡 那我覺得是蠻有意義的 指揮官想要再 再追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跟韓國廠就是 進來的這個AZ疫苗 我們所付的這個金額 是付給韓國政府 還是說我們是付給AZ 那是要付給AZ 副長好 這邊想繼續請教 因為我們指揮中心規劃就是會像我們自製的疫苗會購買一千萬劑 那現在高端的進度不如預期 那會不會影響到整體的施打規劃 那 第二個是說 那指揮中心會不會幫忙高端 就是會不會對於他們收 這個收案者會不會提供協助 謝謝 我們那還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支持我們疫苗的國產 所以積極去參加我們這個臨床的試驗 大概是我們要呼籲大家參加 第一個收罐的速度 並不算慢 應該都是照著遵序 就是65歲以上稍微少了一點 部長好 想繼續追問一下那個帛琉的旅遊泡泡 因為有平面媒體有提到說 帛琉的總統要來 最快可能3月15號成行 那如果依照部長您說 今天跟跨部會討論的話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月就成行 或者是下個月才有機會呢 謝謝 總統要不要來 這恐怕要問外交部 那我們只是把這個旅遊泡泡的規格點好 那也要雙方的一個談判 部長好 這個金字報第二次提問 像帛琉這個國家 他有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因為他跟臺灣的 醫療的互動其實還蠻密切的 譬如說 我們有星光醫院的那個醫療人員 事實上有在當地去 寫入他們做一些醫療 請教一下就是說在跟 其他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國家 是跟我們臺灣在推動國際醫療上比較密切的國家 會不會優先從一個 我們跟臺灣在醫療 密切比較 這個國家裡面可能優先去推動 所謂的旅遊泡泡 謝謝 可能思考點比較不從這邊 還是思考那個當地的疫情 那只是說我們的醫療的密切的合作 那對於當地 疫情的一個控制 我們就 消息比較會正確 那我們也比較有信心 好 來 部長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在COVAX第一波跟其他非 聯合國會員國家所共分的這些疫苗 那其他國家現在拿到了嗎 還是跟臺灣一樣沒有拿到呢 那我們能不能知道說現在是發生 例如說是什麼樣的 問題 會再說名單都已經公佈了 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拿到 這個大概會有哪些問題 是潛在的可能 COVAX好像現在 其他的國家好像都還沒拿到 COVAX是分兩種 一個開發中國家的部分的話 它是有些有其他的 跟我們不一樣的廠來供應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早一點點 但是跟我們一樣廠供應的 這其實就我們所知道 他們還沒有拿到 列是本來會員國的 現在有一部分非洲的國家已經拿到了 那列於非會員國的這一部分 可能都還沒有發送出去 可能 第一個我覺得大概就是UNICEF 他們接了這工作之後 或者COVAX接了這工作之後 他們才發覺說這個要發 發送這疫苗 不是把貨拿的就往外運 就好 其實中間有需要相關的一些檢驗的程序 比他們當初想像的要複雜很多 那美國對疫苗的一個檢驗或者進來 靜觀的一個要求都各有不同 所以相對的時序上就延後了 因為以前 我在想 我在猜就是說 聯合國那個兒童組織 他們以前幫忙運過很多的藥物 那個藥物的要求跟這疫苗或新藥的要求 又不太一樣 所以以前他們是拿到的東西 那直接就去援助的地方就可以發了 那疫苗就不太一樣 他有一些出廠的規格 出廠的檢驗 然後另外 道地的國家 他通關入關的一些要求都有不同 所以他們這次大概相對這工作是比較繁瑣一些 部長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目前的國際疫情 我們的觀察 特別是在跟臺灣的周邊 國家的疫情 例如入港澳 日韓等等 目前他們的疫情狀況是怎麼樣 日韓其實疫情目前都有比較進步 日韓到目前為止的話 疫情都有比較趨緩或穩定的現象 但是還是有相當的社區傳染在發生 整個大概現在目前大概就是 應該是歐洲跟東地中海 它還是在往上升 東南亞是持平 那其他區域是下降 路港澳這樣看起來算是蠻平 蠻平順的 蠻平順的 來 請 那個金字日報再次提問 那請教一下這個上星期曾經 大家有關心那個機組人員的居家檢驗時間 請教是大概什麼時候會公告開始放寬實施 謝謝 那個問我簽了 那公告應該是說 他們已經預告了 那再來就是說 等預告結束之後 那 那就可以根據那個 民眾的建議的反應之後 然後就再根據他們建議 看一下有沒有要修正 這個預告的內容 公告之後就可以實施了 就是最後就是要民航局最後的公告 他們準備預告多久 到8號 今天應該是最後一期 好 來 請 副長你好 民視這邊請教聊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帛琉泡泡到時候一旦成型的話 那到時候這個檢驗的這個採檢的這個費用 檢驗的費用是不是會包在我們的這個團 這個初團的這個團費裡面 還是會交由各個旅行社 旅行團來決定 那第二個問題想請教 副長本人個人會不會直接 當帛琉泡泡的這個抵達帛琉的第一個人 謝謝 我命沒有那麼好吧 不過那個費用大概是一方面是那個商業的行為 就是說我們這邊只是規定 那除非我們家務部要談 他們會談 他們自己要採檢是不是可以幫他們指定個醫院 還怎麼樣來做 我們要協調相關的這些事情 那至於就是說 他們那些相關的旅遊的費用 我們大概不會介入到裡面 去 我們只會做 相關一個合旅 大家可接受的規定 那各個部會他有不同的一些要求 那我們就 互相來協調 來 副長好 不好意思想再提問一下 關於那個英國提塞德大學研究有指出說血型會影響到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率 其中呢 是A型發生重症機率是比其他血型高出1.5倍 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嗎 謝謝 來 那個羅茲羅夫有沒有看到這類的訊息 我倒是沒有看到這樣的研究 不過我們傳染病裡面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比較小規模的研究去可能統計出來說跟某個血型有關 然後不過 通常這樣的研究大概要再進一步去看到底是哪一個HLA 跟這個病原的感染有關 我們不能否認說有些病原的感染跟宿主的本身的因素有關 不過 如果只是純粹的血型的話 當然還有很多進一步在調查的空間 部長 不好意思 我想確認剛剛提到說今天下午會有三部會跨部會決定 那我們是今天就會拍板所有的執行細節跟 上路的日期了嗎 那什麼時候會對外公佈說 這個好消息這樣 大概不會直接就拍板定案了 因為次長上面都有部長在 對 最後這個結論出來 三方的部會都要同意 所以我們大概基本上 討論出來 那個不會回去 可能再看看有沒有細節要注意的 那然後我們才會對外來公佈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快 盡快來公佈 部長 請問一下 就說 帛琉已經 開始施打疫苗 然後也預計在這個四月多的時候 達到五成以上 那我們目前國內可能四月多才要剛開始打 那疫苗施打的涵蓋率 會不會是雙方談判的一個重點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有詢問到這個 有討論到這個部分嗎 不會 不會當作用疫苗來 這段時間大概都不會用疫苗的施打的涵蓋率 來看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不看疫苗的施打涵蓋率的部分 就這樣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嘛 那要看他是不是 安全嘛 那一個當然說大家都穿好這衣服 就防護得很好 防護得很好 可是他本身就確診的很多 譬如說我們現在到 我們看到有意大利 法國 對不對 意大利 法國現在都兩萬個 每天都有差不多兩萬個左右 德國有一萬個 那如果他們現在都打了這一疫苗 那我們趕不趕直接這樣去 沒有 我們還希望打疫苗 第一個決然就是要把他的確診 跟相對的重症的往下壓 那壓到的結果就表示地方就安全了 所以最後還是看他的疫情 要互相開放的時候 還是要看疫情 那流泡泡 就是台灣人去那他們也可以來台灣嗎 當然可以 這都是互惠的 不過他們這邊旅遊大概比較少 他們這邊就醫會比較多 那個剛剛有提到就醫 那如果帛留民眾來臺灣就醫的話 那目前就醫還有一些所謂的檢疫 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未來開放的話 帛留人 如果到臺灣 治療疾病或是等等相關的 也是會 循著泡泡的模式 還是會按照原本既有的檢疫模式來做 對 大概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不會完全照著泡泡 那當然就是說 還是 但是還是會比原來要放鬆 因為他進去的地方不一樣 他是進到醫院裡面去 那一般人是進到平常 那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還可以把這個綠色等等這個所謂的一個 通道把它做得相對的有一點區隔 那醫院裡面就要注意到醫院會不會引發 另外的一個院內感染 感染 所以到醫院裡面還是會比較嚴格一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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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一樣 應該不會只有做疫苗一件事情 所以我剛才講 它會包含P3實驗室 還有我們的生物的一個資料庫 大型的一個生物實體的資料庫 好 那如果沒問題